电影上面这个非常的成功 也非常重视家庭教育 其实我们来看到除了第二代之外 第三代跟之前的这个长辈们非常特别的 就是好像看到这个孙子孙女 都跟演艺这个方面的有一些的关系 包括了王权仁 之前他曾经跟这个艺人好像有传出过 那么另外还有这个陈主旺 他现在进口电影 也是做的有声有色 还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孙女儿杨元宁了 他才20岁 现在在美国当过model 也是美国哈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 他相当深得到这个王永庆的宠爱 他也说阿公是他人生道路上面 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同时还自己期许自己能够当志工企业家 先跟大家抱歉自己的中文不好 这个长发高个儿的女孩 就是王永庆的外孙女杨元宁 她从小在美国出身长大 国语不太溜 不过可以和阿公王永庆用台语沟通 王永庆的孙女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压力 也没有 我觉得我阿公是很好的榜样 因为他有个理想就会把它做到 把一些这些我自己爸爸的关联 爷爷的关联 妈妈的关联 分享给大家 这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压力 因为我都是追求完美 所以我什么东西都一定要做得最好 追求完美 什么都要做到最好 这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也是来自于家庭教育 杨元宁的母亲王瑞华是王永庆三房李宝珠的长女 现在是台宿行政中心副总裁 父亲杨定一则身兼长庚生物科技创办人 以及长庚医院长庚大学的董事长 杨元宁虽然出身富贵之家 不过却没有什么娇气 爸爸杨定一说 所有的花钱他通通要报备 还要报备 我们都很清楚哪一个有哪一种手机 各方面最便宜的不会花冤枉钱 绝对不会花冤枉钱 一家子都承接了王永庆节俭的美德 20岁的杨元宁身高174 当过平面模特儿 现在是哈佛大学大三的学生 脑袋好 人聪明 大家都说上帝真不公平 不过杨元宁自己很争气 17岁就出版了好几本的中英文 励志童书 还和爸爸到瓜地马拉远住平童 今年7月他获得全球生命文学创作奖章 父母亲还陪着他一块领奖 回馈社会是最重要的东西 回馈社会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是杨元宁的目标 也是阿公王永庆留给他最珍贵的教会 总体新闻 钱一军 台北报道